哈囉大家好我是凱月 歡迎收看今天的愛爾之光 OK那今天10 10號1月好不好 1月10號 台服開放了新職業這個拉比 那 呃對我們今天就是稍微玩一下拉比 就是試玩一下拉比啦那 其實網路上也已經有蠻多 因為畢竟拉比現在韓服都出到第2分之了那 我想應該大家去看零食啊 還有誰誰誰我不知道還有誰的 反正看他們影片就可以看一下他的技能有什麼那 其實我這邊只能提供我自己的建議拉對那 不好說畢竟 有蘿莉就是可以舔 我覺得 沒什麼不好 喔那官方是有這個擴張這個角色藍那 原本就有角色藍的那其實也不用太操心因為他們本來就增加最大上限的樣子那其實 你就多創幾隻來玩嘛對不對反正 你知道的之後 之後二三職我們還要再轉耶還要再練耶 我才沒那個耐心耶 我才沒那個耐心跟他慢慢耗雷是不是 那總之我們今天就是稍微玩一下拉比 那拉比他 他的職業到底要怎麼稱呼 我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一個很怪就對了 他是不是要講多久啊 喔講完了是不是 好他講完了那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素質呢 喔他體力偏弱然後他是 物攻為主喔 那防禦方面其實也沒有特別出色 所以他 反正也沒人會拿 沒人會沒人會拿零轉去打架吧是不是 喔 那他是年齡不祥喔 看來是個合法羅力 然後再來是武器是鏡子喔 在這個 黑暗森林深處呢 徘徊在 過去怪物秘籍中心無法逃出 長久生活在其中 但是在 第三未然之光的引導之下呢 總算得以脫離黑暗森林的中心 最後為了想要了解過去那段 自身記憶的事情呢 我決定要離開森林喔 那 算是一個 還沒有交代 聲勢的一個角色啦 或者是就是要慢慢去解他的任務喔 那他有他自己的副本 所以這個就比較 呃 發揮性比較高喔 對這是還蠻不錯的一點 喔那 我們可以現在稍微看一下他的 基本模組喔 呃 怎麼講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啦 但是他就是 遮住眼睛的感覺 如果會隨風飄移那是最好啦 但是 以模組應該要做到還是有點困難 對 那就是個小蘿莉 然後我們來看他這個是 耀心 少 現代職業真是越來越奇怪了 然後就是變成一個超級短髮 哇一個整個整個變了 再來是 堅毅格鬥家 就是稍微變得比較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對 那他的體力跟物攻 是直接大幅提升到最高極限喔 那應該算是一個物攻打 打天下的概念 那最後是我們的永恆勝者 哇這個 那基本上素質就是他轉職之後就不會變了嘛 那其實就算是一個物攻型 然後 等下你是addy吧 哇外套呢 好啦那對 總之就是一個物攻打天下的角色的感覺喔 那我們就是先來創一隻 喔 喔那 拉拉拉拉拉拉我們要叫什麼呢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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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好 可以耶 他媽誰那麼無聊跟我取消的名字 20 2019 最強 萌新角色 有沒有那種超級廣告台詞 有沒有 絕對比從哪裡出來 世界是一片黑暗 黑暗的夜 圍繞著我的樹木 密密麻麻的樹枝和葉子 一絲光芒也照不進來的此處 只有對我保持緊接的怪物們 我來自哪 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 到底是誰 疑惑的事情多到沒有盡頭 但我能知道的是 我永遠和森林不搭的明亮身體 以及我 以及有對我來說 多到無聊的時間 還有 每當我想要離開這裡 腦中聽見某個聲音就會 阻止我的腳步 只有這樣子 即使不知道那是誰的聲音 為什麼要對我說那些話 不知不覺的 我也聽從那句話 放棄到外面去的想法 我的無數疑問找不到解答 只能在這裡慢慢的 漸漸的 被遺忘 森林除了有時候會照入藍光外 其他時候總是很安靜 但某一天 有個小孩來到我的身邊 小孩 你怎麼知道那是小孩 長時間獨自 一人的我 走來的孩子 就像夢一樣總是和我在一起 我們變成了朋友 喔 喔 天哪這個畫面太可愛了吧 也不及和那孩子共度的 時光耀眼 我曾希望 我和那孩子永遠在一起 那鏡子留在我身邊還 那鏡子留在我身邊還 蛤 蛤 就像是我第一次在這裡睜開眼 於是我發覺到 再也沒有阻止我的那個聲音 我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祖君我也有 你看這笑容 啊 期待 在那外面 我所不知道的世界 可是那個鏡子跟那孩子是怎樣啊 天啊他怎麼這麼可愛啊 那天啊 好那我們可以來稍微簡單的操作看看喔 喔他是可以雙他是可以他是可以雙跳的呢 好噁心喔 哎等下界面也更改了呢 那個那個那個 左上角的這個也改掉了 有點猛了 好噁心喔 喔然後 他是可以雙跳的呢 怕他居然可以雙跳 這假設做壞了啦 打最後點過去吧哈什麼 哈 你不要隨便一個普攻都自帶霸體行不行啊 哎我們試試看其他連段好了 哦呦哎 嗯 哎 好好玩哦 哎我喜歡這招我喜歡這招 哎 哎 這什麼猴子 哎那小隻看起來好可愛哦 你們好 OK OK 我要去那個閃亮的地方借我過 OK 你在煩我的話不會放過你哦 這真的兇了這 這個真的兇了等一下 我們可以看他第一個招式哦 核心歐弱拉 呃歐弱拉怎麼唱啊 他是這個是怎樣性感點數是什麼 哦這個就是性感點數是不是這個 可以強化他的那個攻擊指令 哎好噁心哦這角色這角色怎麼這麼噁心啊 啊C是什麼 蹦蹦床 施展中無敵 這角色該下修了吧 哦 哦 哎我還沒有那個呢 哦對我聽說他是會自動 覺醒的一個角色 這算蠻 神奇的一個角色吧 這也是剛才閃閃閃閃閃發光的地方對吧 哇 哇覺得莫名娘爽有溫暖 那個是 看來是有動畫 這 這裡怎麼會有人 小孩 米露啊 不是吧 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孩子 說出你的來歷 啊 啊 什麼好神奇 再說話 蛤 是我 你怎麼會來這裡 你是誰身份是 哦那感覺就是他 其實我覺得拉比好像不是普通人吧 他應該是 某種自然氣息誕生而成的孩子 才對 不是我說今天今天回鍋的人應該是蠻多的啦 所以 所以他伺服器比較leg 沒有表明我的身份就問對方是誰 那我先自我介紹我的名字是貝倫德 是聽說這裡 有事情所以趕來的旅行者 貝羅好溫暖的名字 不是貝羅 是貝倫德啊 請你說你為什麼會在這座森林 你是誰 我我 我雖然是第一次來到這裡 但我一開始就在森林裡了 蛤 你說你一開始就在這裡了 這地充滿魔氣 是一般人都很難接近的地方呢 你在騙我吧 如果你在繼續隱瞞你的目的 呃不是是真的 為什麼啊說謊呢 但剛才你說什麼 魔氣 我在這裡很久了 但從來沒有看過人 是因為那個魔氣嗎 你怎麼可以質疑蘿莉呢 你怎麼可以質疑蘿莉呢 剛是不是有人在喊叫 尷尬聲音 那可能是怪物的陷阱 有事嗎那麼 一個人的話很孤單的是吧 不要這樣子我現在覺得我的心 又被縮到痛處了 啊要跳過 活 要跳過 任務活動畫面 可以重新設定 那他 呃我們就不要跳過好了 好那 我們現在人所處的地方 是叫做 這也是哪裡 拉比的想像空間 欸這個背景 這背景 欸這背景好棒喔 這背景太美了吧 而且為什麼他的想像空間 是一個村莊呢 這也是蠻猛的 欸有鏡子 好酷喔這鏡子有什麼用嗎 記憶之泉 這也是去哪裡啊等一下 我們先逛一下村莊好了這個 想像空間喔那 他這邊有好 他這邊很多扇門 LV10以上可以使用OK 那我們先 特殊 特殊呃為什麼會有這個啊 先裝備稱號然後 艾爾共鳴就先 我是很懶得慢慢練啊所以就先加 這麼一點 好那 那 先來稍微看一下吧這個拉比呢他 對就是像剛剛看到的模組 然後他這邊有很多的這個 活動喔 是慢慢一集一集上去的所以說各位可以慢慢的加油 那這個拉比的想像空間呢我目前可以知道的是 是 欸 怎麼是在這裡啊等一下 奇怪這跟我想的不太一樣啊 好吧那總之對總之就是這樣子 他 處一個很奇怪的空間裡面啊 然後 剛剛我們看到很多扇門嗎我們隨便走就看看 欸 上來了 欸 所以他 當我沒說 喔 我剛剛腦中閃過很糟糕的想法啊 這不就是一個 被拋棄一個人 獨自發狂之後 在內心構築的世界嗎 99以上可以入場是不是 好可憐喔 這孩子沒有99到出不去自己的夢境有點可憐了 記憶中的樣貌 好啦那 綜合公園東部 黑暗森林外圍 理論上他是單人副本所以應該是可以馬上進去的吧 對他是單人副本 欸這 這隻鹿 好美喔等一下 這隻怪物好可愛喔 喔 這個 太可愛了吧 我們是不是多一招啊 修 蘭 修 修破蘭 僅可於空中使用 行 這 這一咒也是蠻猛的 音效我們可以把那背景音樂打開 開大聲一點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他這一關的音樂的 他這關音樂其實很漂亮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什麼空中使用這一招喔 等一下 我是不是把特效關掉了等一下 這個 單人副本我們覺得我覺得我還是可以開一個特效的 波扣 你是不是尼爾玩太多啊製作人 你是尼爾玩太多是吧 哦 請來到第2關 啊 烏奇 救救我 奇怪 欸 呃 他會吸人啊 幹 喔 喔 感覺好痛喔 等一下 欸 今天 今天伺服器真的是有問題喔 喔 喔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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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我都覺得我自己痛了 幹 這個拉比打的感覺就是 他就是一個暴力輸出 有沒有 雖然這遊戲已經是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暴力輸出的時光了 來啦 之木 之妙 之妙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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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e 欸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他打人會痛啊 不好意思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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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讓人 我讓人做事啊 幹 掰掰 恩 我還是搞不太懂他這個 我還是不太會玩因為畢竟是新角色還在摸對我還在摸 他直接給了一整套的這個 那這樣我們可以升多少級阿 我們又往裡面去啦 好那艾瑜這個只是做角色介紹那劇情我就直接快速看過 那就也就是不跟著念了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們也是還蠻時間還蠻緊迫的 因為其實我還在打我的壁磚報告而且我還有十頁要處理 那個聲音 耶 喔齁齁齁 好可愛喔 那是幼兒 喔還是要繼續還是要繼續打是不是 好啦那對 他的武器叫迷鏡耶 迷鏡 感覺就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啊 然後這個伺服器問這個伺服器也是蠻也是蠻誇張的啊 就是怎麼講就是負荷過高吧因為我覺得今天真的怪怪 不過難得新角色艾爾可以充個人氣也是不錯的事情 有種感到 喜悅好不好 我是講真的啦 我是說真的啦我沒有 我沒有覺得說 艾爾現在還能有人氣也是蠻厲害的什麼的 我完全沒有這樣想喔 這麼想的都是你們自己想的好不好 童子君喔 好 那我們就換了一套裝備 那再來扁這個 扁這個叫什麼來的呢 之謬 好 我們就是稍微試玩一下啦 那 故事方面就教給各位自己去看啦 不過說真的他這一隻的利 他這一隻的利會我個人相當中意 我講的是那個王啦 就是這一關的王啦 其實我們可以 我們還是可以先看一下技能啦 就是 他說他的零轉他最主要技能是這四招喔 那 是300 是魔法攻擊 欸 魔法 怪啦 因為他是物攻 為主 結果他大招是魔法 這個就比較 神奇了 像這個抓住你的就是物攻有沒有 那這個是也是物攻 這個就比較 就比較神奇啦 那 可以 可以注意到是我們變得非常暴力了 他連段也蠻多的 好了那 對就是這就是剛剛他講的他 他會自己覺醒 而且他只有一顆珠子 然後各位可以注意到就是當你覺醒之後角色就會變得 七彩霓虹燈 這應該是全改了 應該是 哎 我剛剛是觸發什麼嗎 哎 瞬移內 這一隻的右 這一隻的插有點猛 等一下 而且不是我要說可是他可以在空中飛好久 而且還移動自帶傷害這怎麼回事不好意思 excuse me 我是玩錯角色了吧 這個是什麼噁心的東西不好意思 Ki moji warrui kore 我覺得我玩錯遊戲了啦 不是玩錯角色了啦 哎 哎掛掉了 掉了一個名家童軍 童軍鞋 嘿嘿 管他的我要先換裝備了 然後好像要10等才能叫出這個NPC吧 所以我們可能要先完成個任務 不是我要說可是這個 這個延遲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哦 那 沒關係啦劇情我在私下自己看好了 總言而知 我們是成功叫出了這麼一個 呃 不是我要說可是 感覺他有點怪怪的 不要用貓頭鷹的那個聲音啦 白癡喔 哎他真的是貓頭鷹的聲音啊 就不能讓阿里爾講個話嗎 欸超超超過分的啦 喔那他現在有個20等的要繼續解 就是這樣一等就是10級10級慢慢解上去啦 那這邊還有這個 拉比的專屬活動呢 喔是可以這個讓他拿一些 東西就是拿一些補給的 東西啊對 那其實就是不拿白不拿 反正你練你都一定會用到的啦 對 然後他這邊還有這個 技能箱喔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講但是 他就送了一個這個給你喔 而且他還是要等下選擇的 小孩子才選擇我全都要 喔 但是很可惜的看來是我們是不能全都要啦 喔然後再來是 充滿活力的 白白色的呢 白色的呢 太猛了吧白色的呢 粉紅色的 哇靠 然後他不會講話 他不會講話 好然後他這邊就是這個前陣子有個活動是這個事前預約喔 那這個事前預約他給的東西是一個箱子 箱子裡面有什麼我忘記了 就是我記得官方有說啦但是我忘記他裡面送什麼了 喔理論上全部都是一些奇怪的東西喔 呃他有閒著卷著20個 然後同時還有這個 就是 寄出戒指啊什麼全部的全部都是30天 喔那 畢竟我你們都知道我現在沒有很專注在愛爾上 我就 喔 攻進不如重命啦 嘿 然後他送了一個這個永久自定義的這個拉比的 得得得得得 是永久的對吧 永久的對吧不要騙我喔 呃自定義自定義 動作 坐姿喔我們換這個拉比的朋友 好可愛喔感覺 嘿就是一個很可愛的感覺 然後 隨便裝一下 好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那 呃對拉比差不多就是一個這樣子的角色 那我想說 我想說 就是 剩下就是等27分這個透視光給大家看一下啦 對那 我們就先稍微暫停一下好了 那可能我自己就是私下去練了一下看能不能順便轉值之類的 因為畢竟現在12等還差5還差3等就可以轉值 我覺得這是一個 好機會就是稍微等一下吧對不對 好啦那我們就下個畫面見好不好 喔 不是我要說可是 拜託不要偷懶好嗎 這個是班德喬的那個吧 這是班德 班德喬的模組吧 阿幹 可以不要這麼偷懶嗎官方 Police 別這麼偷懶好不好 因為他媽半小時在太長了 我他媽還有日 我他媽還有畢業專題要做啊 所以說我就決定 我就決定放棄了 那總之這個已經是最後一個轉值任務了喔 轉值任務很簡單 喔就是這個 叫你 叫你先打一個副本 然後再來看一下那個鏡子 看完鏡子之後再來打這個副本 這一關就是最後一關喔 這個什麼 痾拉 拉拉拉 拉里 內 私 這隻狐 幹好饒舌喔 嘿 而且這個音樂有點像 Jex Pyro Where is you Jex 說到這個 說到傑克斯派羅呢喔 他好像被踢出那個神鬼騎航 第六的主角行列 有點可惜啊沒有船長就不是 感覺就是不是他就沒有他就是會少一個 少一個 感覺你們知道嗎 然後不是我要說他給那個100%震呢 他們練的有個快的喔 對那 那 有動畫 喔 這是什麼 他們長得好可愛喔 欸欸欸欸欸欸不好意思 喔綠色掛掉了喔 這邊也幹掉藍色跟紅色喔 欸欸欸欸讓我上去撿東西啊大哥 又升等了是不是 東西不見了幹 好啦那其實這樣子就是算完成那個轉職任務了喔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一轉的 簡單看一下一轉吧 簡單看個一轉吧 看個一轉我們就可以休息了 喔藥心少女 他是以身體技術為代表整個近距離攻擊的格鬥家 那只是多他多了一個鏡子然後 頭髮直接變短啦我的天啊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 我覺得不行 喔然後就是像這一類的箱子全部改成 只會拿到飾品類就是 裝備類全部不見喔 喔那我們這邊拿到了一個強勢項鍊喔 其實很剛好就是 他要35等好吧 他要35等好吧 然後就是 呃 他還有他的基本實裝啦 對那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他這邊多了這個 烈喔他是這個指令發動技能所需要的這個喔 對那 算是比較特別的東西啦對 好那我們這邊稍微來看他新增的技能吧 首先是令人尊敬喔 呃 這個是要怎麼發動我看一下 呃他 他說他可以拉到這個裡面來 這是我不知道怎麼拉喔 然後 撐過去喔 移除自身兩種debuff 哇靠你是補師 你是 唉 補師是不是呢 扭倒轟拳 欸不能拉 那這到底是幹嘛用的呢 喔 那他這個是 也就是他這隻物工 物理職業啦 所以他 他就是 我看一下喔 他其實可以透過這個 感情點數 感性點數來進行這個buff增加 欸其實還蠻猛的喔 然後 這是簡單的一個小攻擊啦對 畢竟是橘技嘛對不對 再來是 200喔 這個是 暈眩全擊 還行啦我覺得 因為這招是可以充能的我覺得還不錯喔 再來是 蝶之夜 100的 這個倍率還蠻高的耶 哇靠 乒乓喔 這一個 就 200 還不 還行還行 再來是這個 製略強擊 100的 這個也是 就是他的100其實好像都是相當高%的單下攻擊喔 然後再來是三個拉比之獄 登陸後運行行走 or 奔跑加插箭發動 這算是 那他應該就是這個是可以透過 比如像黑色沙漠那樣子 比如說S加E可以放出 什麼招式啊之類的那種感覺啦 對 所以他比較像是 一個 複合式的角色 對我覺得還不錯 好那 對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吧 拉比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角色喔 那我目前也才23等也沒有打算繼續練 我說現在沒有打算繼續練 之後會 之後會那個 之後會開台練所以各位不用擔心啦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 又多學會兩個招式喔 其實可以簡單的試一下 好 那就稍微等一下那 還有這個暴風中心呢喔 要打打看嗎 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 這個也就不是啦好不好 還有多久啊12分鐘好久喔 好我覺得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要去做報告了不行 明天就要交了其實我已經持交很久了我還有10頁要做一個晚上要趕住10頁這次 不是人不是人在做的啊幹 拜託饒了我好不好 對那 新角色拉比喔他的二轉是短髮如果各位不喜歡趕快去轉職喔35等可以轉職好不好 對那 我們就在結束前吼 至少帶大家看看他這次時裝那樣子好不好 喔那 呃我們看一下喔百花精靈 好了 哈囉 好他 我們還 虎光天使欸虎光天使就還不行我覺得髮型我覺得不行啊幹 那 百花精靈的話 為什麼他他他不給四川是不是 對他是不給四川的 那消費這邊欸 他不給看百花精靈啊 喔有有出來了出來了 抽起來 幹等一下你喔 等一下我沒錢啊你不要這樣我 我想抽 竹軍我想抽 竹軍我想抽這一套等一下 不要 不你喔 不能不能不能再看了 我就不能再看了我就不能再看再看下去 再花錢多手搜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愛爾之光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在YouTube下方點個訂閱以及喜歡就可以得到每周獲得不定時的最新動態 那也可以到粉絲團按個讚推選個追隨推特跟跟隨 那就是這樣子啦 喔 那我們今天的拉比呢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喔 喔 好可愛喔 我好可愛喔我的天啊 喔 Oh my god 好啦那就是先這樣子啦 感謝大家收看我覺得我我我覺得我不行了 太可愛了太可愛了 好啦那就先這樣子啦 大家拜拜好不好 祝大家玩拉比玩得愉快好不好 喔對老話一句拉比我老婆不服來變 幹 好可愛喔 不行我受不了了我要我要把我要把一轉時裝打打開來看 喔真棒喔 真香 我隔著螢幕都可以聞到花香味了 喔 rpm